野貓竟然可以出門 我可以讓牠們先認識一下嗎 可是我怕橘丸會吵 開始了開始了 賞巴掌 賞巴掌 牠一定會賞 藝人Sandy 無山如養的蠟腸 喝喜即便被貓咪賞貓拳 但還是不斷跳躍 興奮的想跟對方玩 全新一集寵物實境節目 來賓是陳琳九跟貓貓 橘丸碎碎 你為什麼會願意來我們節目玩 單純想賺錢 錢不夠是不是 錢不夠 沒有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是寵物 覺得說很有趣 無山如就說 演藝圈工作很忙 要跟朋友聚會真的太難 很多人就會把重心 放在寵物身上 回家對貓狗講話也不錯 尤其在疫情期間 閉關時更重要 但貓骸們對主人有什麼想法 那其實就是零九 就是心裡默念一下 就說雖雖我們要來進行溝通 就是我們先跟牠打聲交通 牠有說 可是都是牠們來找爸爸 因為牠說爸爸喜歡自己 很安靜靜地窩在家裡 所以牠一直就說 陳琳九對五天請其實是女人 陳琳九突然被大爆料 但Sandy的喝喜第一句話竟然是 先問一下牠是不是非常愛吃 是 非常愛吃 牠說 有吃的一次都很好聊 以為是溫馨的 結果笑點滿滿 喝喜還說自己不想減肥 雙方互動超有趣 讓不少觀眾笑翻 確實節目上限不到一個月 Youtube訂閱就突破1.5萬 哈囉你們好 先不要管我們兩個 就好像被牠 鬼鬼鬼無印節擔任來賓的第一集 觀看次數破22萬 畢竟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 也讓網友直呼 終於能透過實境知道 未來能帶毛海去哪些好所在 TVBS新聞小明正 徐云霆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